不喝? 哈囉,大家好,我是三一隻三個子 有許多人在運動的時候都會不小心地拐到腳 尤其在羽球這類橫向位移比較多的運動當中 拐到腳都是家常便飯了 沒有拐過腳都不能說自己打過羽球 但這樣子的腳踝翻船 就算沒有讓你的腳踝真的腫脹起來 也會在事後慢慢地浮現出一些 邁性痠痛的問題 讓你在激烈的運動過程中又再次疼痛起來 甚至這些邁性的疼痛也會影響到你的關節的穩定度 進入到你比較可能二度扭傷 甚至會變成習慣性扭傷 所以這支影片就來介紹兩個最常見的腳踝慢性疼痛的原因 還有你該怎麼自己去處理 這支影片會非常的實用 但是需要練習一下 所以大家認真地學起來吧 第二個是腳踝外側疼痛的問題 許多人在這樣子腳踝往內翻的時候 會導致外側這邊的韌帶失裂傷 所以他會覺得外側這邊很不舒服 但是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他雖然已經韌帶長好 但他的腳踝還是一直有慢性疼痛的問題 原因就是因為這比較肥骨 外側這邊是肥骨的一端 那這個肥骨頭呢 因為那個身分帶快速的往這個方向 拉扯了一下 所以這個骨頭也往前推了一點點 那這個就會導致我們前側這邊的空間變小 有時候會在一些動作下面 會去擠壓到這邊前面的軟組織 那我覺得會讓他很容易不舒服起來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說 這邊的骨頭有點稍微往前的微錯位 那這個微錯位呢 其實是可以靠自己的一些簡單運動 去把它給處理掉的 方法很簡單 你就是用你的食指中指還有五名指三根手指頭呢 像是爪子一樣把它勾在我們外面這個突骨上面 這樣勾著 然後我們的大拇指呢 就這樣子抓著我們的腳後跟 這樣抓著的時候呢 如果你比較嚴重的話 你這樣一抓著 然後這樣就會往後 往這個方向 往後推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痠痠的 那如果你這樣還沒有 沒關係 在這樣子抓著的同時呢 就做一個腳踏往內翻的動作 好 這樣子反覆做 所以我們就這樣一直抓著的時候啊 腳踏動就好 邊抓著腳踏邊抖 那你要是往內翻撕過的時候呢 你可以撕上往外翻 看感覺如何不一樣 那這款方法真的很簡單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試試看 你在做完之後就馬上站起來 走走看 東東看 看腳踏的外側的不舒服感 裡面比較少一點 如果有的話就叫做這個方法 比較適合你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東西多做幾次之後 你腳踏外側的疼痛感 卻慢慢的不見了 那第二個呢 是有很多人會有 腳背疼痛的問題 這個除了在腳踏扭傷之後 很常發生之外 有些人可能在穿著 拖鞋、涼鞋那種 比較沒有保護力的鞋子 久久之後 也常常會發生 腳背疼痛的問題 那這樣子腳背疼痛的問題呢 很常都是因為 腳趾這邊的十指 中指、無名指 還有小指這邊的肌肉 它往上延伸呢 就會到我們的小腿前側這邊的 身指長跡 所以當他們去摟啊 腳背的地方 都摟不到那個疼痛的地方 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肌肉其實是長在這邊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呢 就是要自己去按摩 放鬆自己的身指長跡 但是呢 說要按摩放鬆它 你也得要先找到它才行嘛 在我們膝蓋骨啊 這樣往下摸下來 就會摸到我們小腿最硬的一塊 那這邊是沒有任何肌肉包覆的 所以這是骨頭 所以非常的硬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筋骨的位置 這樣放在這個筋骨的位置之後 用我的手指頭啊 放差不多一個指節的長度 這樣摸過去 這個摸過去之後呢 這一條 會覺得它是一長條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進前肌 那進前肌不是這次的主角 這一次呢 是腳踏疼痛 所以我們在進前肌這個位置呢 再往前一個指節的位置 再摸過去 這個第二條的位置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身指長跡 許多人呢 這樣一壓下去之後 就會覺得 哇好痠喔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蠻舒服 那就要說你做對了 我們這樣按摩放鬆的技巧呢 很簡單就是 你用你的 獅子和中指 這樣子靠攏的 壓下去之後 我們壓到一個深度 會比較硬一點 那就是我們肌肉的深度 到那個深度之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橫向的 撥弦一樣這樣子 去撥那條肌肉 去找說是難一點 是讓你覺得 嗯 這裡好像有點痠痛痠痛 這裡的肌肉是崩住的 你就可以去這樣子做按摩放鬆 那這樣按摩放鬆了個幾下之後呢 你覺得自己的腳 比較舒服了之後 你就站起來走 看看自己腳配疼痛的狀況 有沒有變化 如果有的話呢 就要說你找對肌肉了 你做的方向非常正確 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千萬記住就是 有些人他們因為找不到 就會一直往下生壓 搓得很大力 甚至會去拿尖銳污去搓那條肌肉 這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方法 那邊的肉本來就是有點發炎了 你又去搓它 它到時候會變得有點 在撕裂傷開來 那反而會更嚴重 但你要是真的手感很紮 手感比較笨一點的話 真的怎麼樣都摸不到 或是你做錯還越做越痛的話呢 建議你就是不要做了 你還是去找一個專業的物理教師 去直接幫你做徒手治療的處理 這樣才是安全又有效的做法 但如果大家可以學起來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方法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 在幫患者做處理的時候 一個簡單的按摩的放鬆方式 那這次的影片呢 是由支持全面運動表現的 國家網路醫藥 還有台灣運動彩券贊助的 希望的朋友們 可以多看運動比賽 多買運動彩券做工藝 讓台灣的體育環境變得更好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這次的影片很實用的話 幫我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3個字笙歌詞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